再看到这是位在台北市新医区的旧陆军保养厂占地超过9公顷基带开发 现在传出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有意拿空总用地来交换 要盖5000户的公共住宅 陆保充厂这邻近的住户对这样的消息其实都感到是蛮好的 因为在这location非常的好 近邻北一旁边就是台北101 如果真的能够盖公共宅 让年轻人住得起 大家都拍手叫红 好大一块空地一部分当停车场还架了个篮球框 但更多的是基带开发空荡荡 就陆军保养厂放着不用简直浪费 传出柯文哲有意开发拿来盖公共住宅 目前全署都不是市政府的吗 那也要管理单位同意 这块地的话也是在考虑范围之内 北市府打算把空总用地让给国发会盖创新创业园区 借此和中央换更大的陆保厂用地 这块新一区周边仅存的最大空地 占地超过9公顷 换算下来3万坪空间 可兴建5000户社会住宅 和原先空总都市计划变更之后 北市府能拿到的4成回馈地相比 足足多了5倍 况且陆保厂虽然旁边没地保 但位置区段依旧是精华区 位在新一区的旧陆军保修厂 他的正后房就是北一 而且近邻台北101 哪里就应该这样弄的 不要老是老是要卖给财团 拜托 比较有提供年轻人住的机会 柯文哲算得经 要让公共住宅在新一区 不但小地换大地 还让年轻人住得起 台北市高档地段的宣誓意义 不过国发会还在延商 要看这笔交易 是不是真如北市府算的 谁都不吃亏 继续官网站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国发会还在新一区里的宣誓 不过国发会还在新一区里的宣誓